数学活动 课前活动 小故事乌鸦喝水 有一只乌鸦不好看 但特别聪明 智慧过人 以前他干完活 又累又渴 真想喝水 忽然他看到一只大水罐 满心欢喜 可是飞到水罐旁 你看罐里的水很少了 嘴看进去也喝不到 怎么办呢 他使劲用身体去装水罐 又用翅膀推水罐 想把水弄倒 好喝水 可是水罐又大又重 他的力量太小了 弄不到这水罐 忽然他其中生智 可以浇些石子放到罐里 石子多了 罐子里的水不就升高了吗 这么小就这么做了 他不厌其烦的 一块一块的 用水浇石子 放进瓶子里面去 渐渐的 瓶子里面的水升高了 乌鸦终于喝到水了 屏幕前面的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乌鸦是如何喝到水的吗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电脑前的小朋友们 看了刚才的乌鸦喝水 这样的一个小故事 你们觉得这个小乌鸦聪不聪明呀 真是特别聪明 对吧 嗯 那么今天呀 我们将会研究很多关于呀 水杯当中的学问 有一些同学看到了 宜乐乐老师 你的前面摆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呀 黑乎乎的一片 对不对 好 今天呀 我要来当一下乐乐博士 首先要先给我们小朋友 演示咱们今天的第一个实验 同学们 睁大眼睛 请你看好呀 那实验道具 注意了 我们会发现 诶 乐乐老师这个地方有一个杯子 对吧 好 还有这个 你认识吗 哦 这是什么蛋 当然是鸡蛋 对不对 我听到我这部老师 安纯蛋 你安纯蛋是什么样的呀 是小的 对吧 好 然后呢 注意了 我这个地方还有一个 诶 一瓶水 对吧 好 请你注意 在这儿啊 我还有 神秘的白色粉末 干嘛使呢 请大家来看这里 好了 乐乐老师啊 把这个鸡蛋 放到我的这个杯子当中 好 然后呢 我倒上水 诶 小朋友们 你们要来想象一下情景 诶 你说我把这个水倒进去以后 这个鸡蛋 会不会浮起来 会不会飘上来 还是说老师 它就是沉在底下的 你告诉我 那有同学说了 老师那多简单呀 这鸡蛋肯定浮不起来呀 这鸡蛋多沉呀 对吧 好了 那我们来看看啊 好 我现在啊 要把倒上水 嗯 哎呀 倒了这么多 对吧 好了 那正如屏幕前面 我们小朋友 所猜的那个样子 宝贝们 这个鸡蛋 有没有浮起来呢 等他眼睛 没有吧 对吧 OK 请你注意了 接下来呀 乐乐老师将会在这当中 注意 哎 装上我 精心研制的 神秘的白色的粉末 注意了 我就往这里面去放啊 哎 哇塞 你老是什么东西啊 我先卖个关子啊 哦 注意了 哎 同学们 来 接下来怎么样呢 好 我呀 由于上课 时间有限 就先让他在旁边待着 那么 这一节奏结束之前呀 我们来看一看 你看看这个鸡蛋 是不是跟刚才一样的 它有没有发生变化呢 屏幕前面的小朋友们 咱们拭目以待吧 电脑下的宝贝们 欢迎回来 实际上呀 刚才乐乐老师 我所做的实验 就是我身后的 这样的一个实验 那么 屏幕前面的小朋友们 你们也可以呀 跟着爸爸妈妈 一块来做一做 那 实验准备 注意了 请准备一个 透明的杯子 如果没有杯子的话 不妨 像乐乐老师 我一样 哎 咱们废无利用 把我们喝完 饮料的那个塑料瓶 给它剪剧 注意了 这个瓶红 哎 剩下的那一堆 不就是 一个小杯子吗 对吧 好 还有一包盐 这个盐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 我精心研制的神秘的白色粉末 对吧 好 还有 注意了 一根筷子 那 这个筷子是干嘛使的呢 我一会再告诉你 一个 双鸡蛋 注意了 双的鸡蛋 来吧 实验目的 我要看一看 那么 鸡蛋 能不能在杯子里面 浮起来 锅头是怎样的 就像我刚才 舌头的那一样啊 把这鸡蛋 放到这个杯子里 当然鸡蛋会沉在水里 但是啊 我会接着 往这水里怎么样 哎 加一些盐 然后搅拌一下 这个筷子是用来干嘛使的呢 就是啊 加速一下盐的溶解 好了 那么 慢慢的盐融化 你会观察到什么呢 一会儿啊 我们在理一下课之前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刚才乐乐老师 我所做的实验 这个鸡蛋能不能飘起来了呢 如果我的实验做成功的话 那么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后来就变成了这个样子的 咱们拭目以待 好了 今天这一节课 让我们共同来研究一下 水杯当中的学问吧 小朋友们 我们知道 把一块石头放进杯子里 杯子里的水位就会升高 把放一瓶子的石头再拿出来 瓶子里面的水位啊 又会下降 又比如 把一样大小的糖 放到两个盛水不同的杯子里 盛水少的杯子里 糖水 要比盛水多的杯子里的糖水呀 要便宜一些 可见 往杯子里放东西 还有很多学问呢 下面 就让我们一起来研究 这有趣的水杯问题吧